经济日报的投资热话组 今天是推复升医药2196 选选的原因是环球疫情影响 港股5月开局售额 大风险委纳未至于太差 预料会继续处于上落市 策略可以重点选股 其中医药板块最为强势 疫苗概念股可以提高一线 可以关注复升医药2196 复升医药获得Biontech授权 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独家开发 商业化mRNA新冠疫苗 目前mRNA新冠疫苗伏必泰 已经被用于香港澳门政府接种计划之内 国内有望在第二季获批 公司管理层表示 已经向国家药监局 递交了临床数据审核 审批 年内将会向内地供应1亿剂疫苗 另外公司的创新研发进入收成期 成为增长动力 策略上復升医药可以奉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